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欢迎收听财经早报 我是童馨 今天是2月1号星期四 周四美股盘前三大指数期货上扬 有望收复周三大跌的部分失地 所谓的七巨头Alphabet 亚马逊 苹果 米塔 微软 英伟达和特斯拉 在盘前交易中一路攀升 美债收益率盘前下滑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3.95%左右 周三 美联储将基准联邦利率维持在5.25%到5.5%的水平 这是自2023年7月以来一直保持的水平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表示 经济前景变化将促使美联储对利率目标范围进行调整 不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新闻上表明 美联储不准备在3月份议席会议上降息 因为委员会不太可能在3月的会议上确定能达到降息的信心水平 这一部分未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这令原本希望迅速转向鸽派的投资者感到失望 周三美股大跌 另外 美股财报机已经进入加速阶段 据统计 其中80%的公司表现超出预期 不过 纽约社区银行公布意外亏损并大幅削减股息后 该公司股价暴跌了接近38% 触及20年来的最低水平 苹果 亚马逊 以及Mita将在今天收市之后公布最新的业绩 随着鲍威尔讲话之后 美元指数连涨两日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周四小幅下跌 在岸人民币报一美元对人民币7.1832元 较前一日官方收盘价下跌了37个点 离岸人民币报一美元对人民币7.1960元 下跌了0.13% 中国股市在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之后 互指延续调整 互指周四继续收跌 下跌了0.64% 深圳城市上涨了0.34% 创业板指数上涨1% 总体来看 各股仍呈普跌态势 超过4100只股处于下跌状态 两市近百股跌停 下跌方面 周四投股票 以及上海本地股持续调整 英国央行2月议席会议结束 决定维持利率在5.25%不变 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 英国央行政策指引 不再提及进一步收紧政策的风险 关于通胀 英国银行表示 由于能源价格暴跌 预计消费者物价指数 将在第二季度达到2%的目标水平 该行并上调了英国2024年 和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 预计2024年英国经济增长0.25% 早晨8点半 美国公布了1月27日当周 首次申请事业救济人数为22.4万人 超过预期的21.2万人 创下2023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 在看个股和且消息之前 请您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一个投资集团已大举入股 铁路运营商诺福克南方 并打算彻底改革其董事会 和更换公司首席执行官 诺福克南方股价盘前上涨大约7% 手机芯片巨头高通公司 公布的最新季度销售额和利润 均好于预期 但给出的收入预期低于华尔街 股价在盘前下滑1.6% 埃隆·马斯克表示 特斯拉将举行股东投票 决定是否将公司牵制德克萨斯州 此前法官驳回了他 55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 特斯拉股价在盘前攀升大约2% 体育用品公司阿迪达斯 公布了强劲的季度业绩 但是对2024年的销售额 和营业利润的展望低于预期 公司在法兰克福的股价下跌大约6% 欧洲银行方面 法国巴黎银行在一个疲软的季度后 下调了利润指导 股价暴跌 荷兰INJ银行的收益也令人失望 股价也出现了下滑 德意志银行股价攀升 因为这家德国贷款机构 宣布裁员并提高派息 德意志银行在周四表示 该行计划裁员大约3500人 已实现旨在实现节约25亿欧元 也就是大约27亿美元目标的提效计划 根据FAXET会盛的数据 这家德国银行大约有8.9万名员工 日本市场方面 清空银行在警告其 美国办公楼贷款组合出现亏损后 股价暴跌超过20% 接下来由宇明给大家带来各地财经简讯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我是宇明 一起来关注下面的消息 纽约社区银行股价暴跌46% 创新低 据彭博社报道 纽约社区银行因信贷质量恶化 和削减股息而意外亏损 1月31号 股价暴跌46% 创下历史新低 由于准备满足更严格的资本要求 公司将季度派息从17美分下调至5美分 信贷前景恶化 导致第四季度出现了2.52亿美元的意外亏损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激增至5.52亿美元 是分析师预期的10倍多 其他地区银行的股价也纷纷下挫 在过去的18个月里 纽约社区银行通过两次收购迅速发展 总资产超过了1000亿美元的门槛 从而带来了更严格的监管审查 其中对Signature Bank存款的收购 使纽约社区银行进入了需要额外资本水平的监管类别 公司表示 这是削减股息和增加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原因 据彭博社报道 进入新的一年 外国投资者一直在抛售中国的在岸股票 交易商对中国经济和股市缺乏更有利的政策支持感到不耐烦 彭博回编的数据显示 一月份 全球基金通过与香港的交易连接 竟抛售了价值145亿元人民币的股票 第一次连续6个月出现这种情况 8月份以来的股票抛售总额达到了2010亿元人民币 包括中国房地产困境 当局缺乏有利措施 以及对被称为雪球的饮生品外溢的担忧 造成2017年以来 流入A股的累计资金 以缩减到大约1.6万亿元人民币 这也拖累了A股的基准股指 一月份跌幅超过了6% 创下第6个月亏损的记录 1月31日 终止研究院 易汉智库 克尔瑞等多家研究机构 先后公布2024年1月 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排行榜 终止研究院数据显示 2024年1月 白墙房企销售总额为2815.3亿元 同比下降33.3% 较去年同期降幅扩大1.6个百分点 单元销售额环比下降47.7% 其中销售额超百亿房企7家 较去年同期减少6家 销售额均值136.9亿元 超50亿房企8家 较去年同期减少1家 销售额均值69.5亿元 数据显示 头部阵营房企数量也有所减少 前10家房企销售额均值为119.7亿元 同比下降32.8% 此外 2023年 白墙房企销售总额为62,791亿元 与疫情期间的2022年相比下降17.3% 近年来 随着中国整体经济持续下滑 不少房地产企业申请破产 中方网1月24日报道 2023年 全国约有233家房企发布了相关破产文书 在连续上涨几周之后 美国房贷需求上周下降 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季节性调整指数 房贷申请总量较前周下降7.2% 买家需求下降 抵消了再融资需求的小幅增长 符合贷款资格的30年期固定利率房贷 平均合约利率保持在6.78%不变 上周购物房贷申请量比前周下降了11% 比去年同期下降20% 该机构经济学家卡恩表示 现有住房低供应量限制了潜在买家的选择 并导致房价上涨 导致接连限制购房活动 购物申请的平均贷款规模已连续几周上升 上周达到444100元 为2022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 房贷再融资申请 本周增加了2% 较一年前同周增加3% 美国商务部1月31日指出 由14国组成的印太经济架构 强化供应链协定将在2月24日生效 生效之后 一旦出现半导体重要矿物资源危机状况时 各国将透过此框架互相协调 逐步摆脱在重要矿物上对中国的依赖 据共同社报道 美国在2022年5月启动了印太经济架构 2023年5月 年同美国、日本、南韩、印度、新加坡、澳洲在内 一共14个国家达成地阶强化供应链协定共识 并在同年11月签署协定 主要就是为了摆脱 在重要矿物资源上对中国的依赖 共同社指出 印太经济架构包含四大领域 为贸易、供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 目前已谈妥贸易之外的三个领域 美国、日本、南韩 也在国防均被供应链中断的预警系统上达成共识 降低供应链脆弱度 世界黄金协会1月31日发布报告预测 今年黄金需求将因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而得到明显提升 报告说 2023年不包括场外交易的年度黄金需求量为4448吨 比2022年的强劲需求量低5% 但与10年平均水平相比依然强劲 如果包括场外交易和库存流动在内 2023年的黄金总需求上升大约3%至4899吨 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还显示 去年场外交易的年需求增长率达到753% 至少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今年持续不断的冲突 贸易紧张局势 以及全球举行60多场选举 都有可能促使投资者 转向有良好避险资产记录的黄金 进而支撑今年的黄金需求 2023年黄金的平均价格 达到创纪录的每盎司1940.54美元 今年迄今一直维持在2000美元以上 路透社的最新调查预计 2024年黄金的平均价格 将为每盎司2053.5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报节目内容 不是投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谢谢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